他也要来关心大提琴家马友友 这个月来台演出首场表演10号即将登场 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已经核准团队提出的计划 虽然传出马友友抵台前 他已经先进行了7天自主健康管理 但按照台湾的防疫规定 是所有人都要待在防疫旅馆待满14天 但马友友如果在隔离的7天后 裁剪呈现了阴性 那么就可以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 以专人专车来从事表演行程 可是不能够跟民众近距离接触 据了解未符合台湾的相关防疫规定 马友友的专机已经在11月2号抵达台湾 马友友全球巴哈计划受疫情影响 延后一周10号登场 除了专机抵台出发前7天 还先自主健康管理 疫情指挥中心目前已经核准 马友友团队提出的计划 不过如今一样要在防疫旅馆住满14天 出发前他们有自己加码 就是在这个出发地 先做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这个自主健康管理 事实上我们国内 包括我们指挥中心是管不到的 台湾目前没有法律可控管 短期商务人士来台前检疫相关事项 只能控管入境后的检疫措施 根据了解 马友友已经在2号专机抵台 3号起算居家检疫第一天 直到9号居检期满第7天后 如果裁剪阴性 马友友在10号就能在做好防护前提下登台演出 而且这回演出不限台北 台南高雄台中都有演出场次一共无常 那如果在国内城市间要移动 去做下一个巡演的时候 都是必须要专车跟专人来接送 那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来核准他这一次的这个文化的专案 来台表演期间 马友友都得按照防疫计划书 除了专车专人接送 也不能和院民近距离接触 马友友疫情下的台湾行 光是交通费用已经创下天价 就是要让防疫滴水不漏 记者赞不倒